在這一部影片開始之前呢 記得先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喔 對 這個應該要再往上一格喔 因為會衝突到我們這個 這個螢火搭的這個 這叫什麼啊 就是遮陽的那個棚子啊 會擋到 所以我要把它往上提升一格 那等一下我再用木頭這樣墊上去 然後這個牆壁要再往上墊個一格 好 我們挖到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從這邊墊好了 這邊還有泥土可以順便這樣 然後往上這樣墊 那我就先墊這裡就好了 因為中墊這邊我應該會放別的東西喔 我們這樣子用 然後這邊就可以直接先順便鋪過去了 那這邊呢 這邊也是差不多的樣子 這邊這樣蓋起來 然後往旁邊延伸 然後往這邊蓋喔 然後我記得啊 每次我在建築的時候 都會底下有留言說什麼 就是蓋得愁死了 到底在蓋什麼東西 不好意思我建築天份很爛 不好意思 啊我就沒有什麼美術細胞嘛 怪我 那大概是這樣子啦 我還沒蓋完 我先再去睡一下 這天黑我怕等下怪物很多耶 那我這邊先做一些石半磚喔 因為反正其實待會也會用到啦 那我們這個 啊我發現跟我蓋的原本那個方向有點不一樣 我先改一下 這邊我稍微改一下它的那個位置喔 這邊應該是先這樣木階梯 然後再兩個的半磚這樣 然後這邊是反向的木階梯 那要這樣蓋是因為 待會我們木半磚是我們有點像是 墊腳石的感覺 有點像階梯那樣 所以必須這樣蓋才會比較好看一點嗎 其實也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好看啊 反正就是我喜歡 哈哈 那我們是要蓋在這邊喔 然後這邊這裡是要用反向的階梯 然後這邊是先放半磚 然後這邊這樣放 我個人是覺得這樣子比較好看啦 等一下 為什麼感覺還是有點怪怪的 等一下喔 這個我改半磚 等等等等等等 怎麼跟我想像中的不大一樣 嘿嘿 啊蓋錯了 嘿 這樣子 然後這個改掉 是不是要我移過來啊 欸欸欸 怎麼跟我原本想像中的差超多的 等一下喔 這個也把它改掉 啊 結果是幾乎全改嘛 真是的 我全部拆掉蓋了好幾遍耶 真是的 然後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是這樣嗎 欸好像是這樣喔 這樣好像有感覺囉 然後這邊用回原本的樣子 這邊放回我們這個 然後蓋上去 嘿 對啦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就可以從這邊這樣 不用跳就可以走上來喔 然後這邊待會我會放一些小桌子之類的 然後這邊啊這個屏風要放回去 這個屏風這樣子放回去 嘿這樣子就好 欸我覺得這個相思木的門還有地板門都超棒的啊 那個材質感覺很棒 很有日式的風格我覺得 然後我們這邊取這個中間 然後再放根這個 然後這樣子延伸過來 跳上來 那這上面這樣大致上就是這樣啊 然後這邊邊邊角角 待會還要放柵欄 我還沒弄 然後再來是這邊的部分 這邊就是我覺得蓋起來最麻煩的了 我要這樣子墊過來 然後這邊也要一個 然後這邊要敲掉 然後這邊要有給它那個波浪狀的感覺 這個要一直重複這樣敲掉來蓋的麻煩 然後最邊邊角角要這樣凸起來一個 這樣子一直繞過來 然後因為我有算好就是邊長都是基數嘛 所以這邊邊邊角角都會是算好的 然後這樣子凸起來的 然後這邊再這樣子 延伸過去然後一直轉下去喔 這超麻煩的我覺得我應該會剪掉 我覺得我一次先把它這樣全部鋪完 然後再一次敲掉好了啦 全部一次來好像會比較快一點對不對 啊好像沒有半磚了 我要再回去做了 啊其實可以敲這上面的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日式建築還有中式建築 好像都這樣子會有這種波浪狀的 都蠻麻煩的 這蓋起來真的超麻煩 超累的啊 到底誰設計這種屋頂啊 好這樣看起來半磚是真的沒了 我要再多做一點了 好我們再繼續這樣子 應該已經快賺完了吧 對已經快蓋完了 然後我這邊先敲掉 然後這樣子 好啦這樣子就全部弄完了 然後把這上面墊的都把它清掉 邊邊的話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上面還會有點不一樣喔 上面要用石磚 對這個天啊超麻煩 然後入石磚之前 我也順便來做一些那個 橡木的柵欄好了 我們這邊弄一下這個 然後 怎麼弄去啦 這樣嗎 我每次都會跟那個柵欄門弄反耶 然後好像不夠 我要再多做一個 然後再來是這個石磚要做一些 有沒有這樣看過去 其實就已經 蠻像日式建築了吧 然後邊邊我們這樣放喔 然後這邊可以再調個燈籠 但是對我忘了拿 我現在不想走回去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啦 我覺得就還蠻有feel的啊 啊 然後我們這個石磚是要半磚啦 別騎喔 我做錯了 好 我現在先弄一下 然後順便拿燈籠 這個燈籠我也是做很多啊 這個 喔 天啊 這些材料真的花了很多 鐵耶 這樣子一組燈籠 就等於一組鐵在這邊 你知道嗎 超貴的 不過也還好啦 這附近礦真的超多的 就好像挖不完這樣 而且其實我們不是很需要 鐵製的裝備那些了 因為 反正已經有灰熱鐵了嘛 然後我們這邊先墊上去喔 然後待會還需要用到那個階梯 階梯也是麻煩的一件事 我們這邊先這樣圍一圈 然後待會中間用這個石磚 啊不是這個 這個才對 這個才對 這樣子 中間是用這個 這樣往上凸起來一點的感覺 這樣子圍一圈就好 然後中間也是 然後往裡面的部分 其實天花板就只會到這一層而已 所以其實可以先把它全部填滿沒關係 那我們這樣蓋完兩層的半磚之後 然後我們來去做一些這個石磚的階梯喔 我們這上面的屋頂 並不完全是同樣的斜度啦 它是先從比較平坦的那個斜度 然後變到比較斜一點 這有點難解釋 反正就是長那樣 我們這邊多做一點這個喔 因為接下來上面應該都會是用這個材質來做屋頂了 然後我們這邊先圍一圈這個半磚喔 讓我們比較方便疊階梯 內部的天花板不會是這個石頭的樣子啦 我會再另外用其他材質來做 還記得汪汪在林底生存的時候 有做非常多日式的建築嗎 其實我從那邊學到了不少一些有趣的小細節嘛 有很多有趣的東西我在那邊學了很多喔 所以今天應該也是會來用到一些的啦 那我們這個先用一般的方式這樣圍一圈喔 那我們這樣子圍完一圈之後呢 換這邊 那這邊的話我們只需要先鋪這個長邊就好 那這樣長邊鋪完再來是短邊的部分 短邊其實我們是要跟中間一起這樣直接填滿的 我們先把這個天花板整個給關起來喔 因為一直按著Shift真的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 我個人是很不喜歡啦 所以我覺得我先把它關起來我比較好作業 好然後這樣子全部封頂之後呢 再來再繼續放這個石磚喔 這是石磚GT呢 這裡再往上這樣放一排 一樣是長邊就放就好 然後另一邊也是一樣喔 我們先放好兩邊 然後再來呢 因為我們中間這裡會比較有鏤空的感覺 我們這樣墊起來 一直往中間靠攏這樣 然後我們先換另一邊喔 然後中間的部分這邊連接處 我們直接放這樣 然後再放上一個這個石磚GT 然後再這樣倒著放 中間的部分呢 這裡應該會全部這樣封起來 然後我現在沒有完整石磚 所以我都用半磚疊啦 反正這樣疊兩個是都長的一樣 所以沒差啦 那這另一邊也會是一樣的狀態喔 這樣子的話整個屋頂斜度是都不大一樣的 但是我會覺得還蠻好看的 就比較有日式屋簷的感覺啦 然後這樣子鋪完之後呢 我們這邊先墊一下喔 這樣方便我們等一下墊那個階梯 然後一樣這樣鋪過來 然後中間的部分 要填滿嗎 好我拿 等一下 好我覺得我分解一下這個原木好了 反正這些我不會用到啦 我中間把它填滿 因為我不確定這些半磚夠不夠耶 不夠的話我就尷尬了 所以我先這樣子 然後繼續這樣填 啊要填黑的耶 好要填黑我先回去睡覺 那我們從這樣演出看 其實就已經差不多成型了喔 其實有那麼一點像中式建築耶 不知道為什麼 畢竟中式和日式其實一直都很相似嘛對不對 其實這樣好像也是蠻正常的一件事 我們中間再繼續這樣填滿喔 至少就讓它是實心的啦 雖然材質不一樣 但看不到沒關係 我們這樣全部疊起來這樣子就好 然後最後呢是最上面的部分 我們先這樣填起來 然後放上半磚 那這個半磚鋪完之後就完成啦 那我們先到下面看一下喔 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啦還行啦 然後現在裡面有點暗喔 我在想要先放個燈籠耶 我覺得先放一下好了 我們在四個角落先放一下 欸這裡我先開著布地板好了 等一下我現在身上沒有木頭耶 我先放下去 然後我再去拿我的木頭 旁邊來放一下好了 不然亮度好像不夠 那現在天花板暫時是長這樣啦 最後的天花板的高度應該是這格啦 待會兒我再思考要不要把這個 往下填滿一層好了 那我去拿一下那個 木頭的半磚還有階梯喔 其實如果我把工作台移到這邊 是不是會比較方便一點啦 啊算了 反正沒差啦 都快蓋完了 那我們這邊地板是在這一層喔 我先把這個用掉好了 對我們地板是在這一層喔 然後我們燈源先放在上面 然後節省木材我們用半磚來做地板 其實我覺得這樣也沒有算是偷工減掉啦 因為其實半磚的那個高度 它是不可能生怪的 所以也沒差 不是嗎 對不對 我個人是覺得這樣是沒差的啦